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安觀眾 歡迎收看大臣先機 我是飛國慶 哇 今天結算日盤是很精彩 但是問題是各位 今天這個盤說真的啦 今天的震盪其實 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對不對 所以各位喔 因為外資到昨天為止 2萬多口的多單 在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哇 現在盤有機會拉高 但是問題在於是說 今天開盤以後 先走了一段這種東西 先騎殺一段下去 那我請問你 當今天這個盤開盤以後 在騎殺階段的時候你怎麼操作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尤其盤中 晃來晃去 晃來晃去 盤中走勢其實是很沉悶的 很沉悶 而且一直一直 到了尾盤的過了1點鐘之後 近月份開始急拉去做結算 但是問題是 今天今天這個盤說真的 對於很多投資人講的話 是很難操作的一天 除了開盤擊殺之外 盤中橫盤 這種盤都讓你覺得 這盤實在不怎麼樣對不對 但是當1點以後 近月份開始急拉去結算 可是遠於月份的呢 可是遠於月份的呢 5月份的卻是跟著漲一段之後 卻急殺 不但殺 而且殺破那一波的起漲點 所以各位 進行的走勢 其實對於指數來講的話 是相當混亂的一天 好 混亂的一天 各位 這個東西就包含2種東西在裡面了 第一個 你今天的操作怎麼樣 再來 近月份拉高結算 可是遠月份卻給你殺尾盤 這樣從明天開始 明天開始對不對 進入新月份的時候的話 到底這個盤到底未來該怎麼操作 那我今天會花很多的時間 跟大家講清楚 首先第一個 今天禮拜三 各位今天禮拜三 這個禮拜以來你操作得怎麼樣 你操作得怎麼樣 這禮拜說真的 盤是不難 可是很多人你要賺到錢不簡單 各位 這又是這個盤的 這禮拜的寫照 再講一次 這個禮拜的盤並不難 但是你要賺到錢就不簡單 尤其昨天跟今天 對不對 好 但是各位重點是重點是 你說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啦 老闆君 我們稍微照這兩個地方 對 好 停 謝謝 說真的 各位 各位 我們先講今天好了 今天這個盤在擊殺這一段 各位 這是禁月份的 我先把禁月份給你講完 各位 這是禁月份的棋子 今天開上去之後 開始給你擊殺這一段 很多人看到這段擊殺 想說這個盤到底是怎樣對不對 可是問題給你自己看 今天以禁月份棋子來講的話 今天一開盤之後 8906就直接翻多了 維國慶的電腦 箭頭直接就開始翻多 而且另外一個重點是 你看盤中在橫盤 在霞幅震盪的這一塊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請問你 你看到什麼東西 看到沒有 維國慶 這個全市場上獨一無二的大戶指標 看到沒有 大戶其實還是在做多的 不管盤中的盤如何的震盪 如何的霞幅震盪 如何的無聊 但是各位盤中這麼長的時間 大戶 對不對 只要你看到大戶指標還在做多的話 那我相信再怎麼樣對不對 多單凹著就對了 那這樣就好啦 結果尾盤砰 就急從 就急從去結算 OK 那各位你看今天一整天說真的啦 導播軍我們再拉回來 各位 不過就是一個8906 就這麼一個箭頭就上去了 可是各位重點是看到沒有 今天絕大部分的時間 大戶是在做多的 那昨天呢 昨天的情況也是一樣啊 昨天對不對 我的節目都開了嗎 昨天開盤以後一樣嘛 8859 箭頭直接翻多 而且各位看到沒有 昨天大戶從開盤開始 一直到收盤為止 做多的力道是比今天還更強 所以昨天 記不記得 昨天前半場拉的那一段 速度跟幅度是比較快又比較大 不像今天扣除尾盤之外 盤中這一段時間 對 其實盤的是很黏的 那為什麼這段盤的很黏 因為今天大戶雖然說有做多 可是各位 不好意思 你看他今天做多的力道 我說過了除掉1點鐘之後那一段 他盤中做多的力道 其實並不像昨天那樣子強喔 所以這是為什麼今天盤中 哇 一直盤慢慢盤盤盤 盤到大家都在那邊打瞌睡 但是昨天開盤直接翻多之後 對不對 急拉兩波再拉一波 很快就給你拉上去了 因為大戶做多的力道是滿強的 而且是一直在增加的 一直在擴張的 所以各位 你自己看 這三天對不對 從昨天到這兩天 從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 各位 我請問你 不過才三個箭頭耶 昨天開盤8859翻多 趕快做啊 上去到8894 箭頭翻空 箭頭翻空 大戶做多 所以把多端獲利了結一趟 這空的可以不要做了 我說各位 微微信你看到沒有 各位 我已經把做期貨的規則 已經把它推進到多麼簡單 多麼明瞭 多麼精準的程度 昨天也是只有做多一筆上去 到8894 箭頭空大戶多 兩者不同項 不操作 把多端獲利了結掉 反正後面也是一樣 對不對 昨天後面那一段時間 到收盤為止的話 盤是很黏的 盤開了盤以後 8906翻多 盤中的盤是很黏 但是各位 箭頭翻多 大戶是一路做多嗎 那就做吧 好啦 到了收盤前對不對 拉鍋給你 老婆來 拉鍋給你做結算 好 停 這樣就夠了 那各位你看 你覺得怎麼樣 所以跟各位講 其實是很簡單的啦 說真的 所以跟各位講 我再講一次各位 做期貨 做期貨 如果我再講一次各位 如果說你能對不對 有像維國慶這樣子的指標 各位 我就這麼單純兩個東西啊 就這麼兩個東西啊 一個用箭頭來計算轉折點的多與空嗎 一個用箭頭計算轉折點的多與空嗎 另外對不對 各位 問題是如果說單純只看箭頭的話 我說真的啦 箭頭本身有時候會錯 對不對 就像各位 你的軟體也是一樣啊 市面上多少人在學維國慶嘛 但是各位 都學到皮毛而已嘛 各位 你的軟體也許也有買賣訊號啊 但是也不就是那個樣子而已啊 可是你光是一個指標有買賣訊號 有對有錯 你搞不清楚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各位 維國慶我還發展出了全市場獨一無二的大戶指標 用箭頭跟大戶 兩者有沒有同向 各位 我一在講只有這麼簡單一個觀念 箭頭翻多 大戶有沒有做多 兩者同向趕快做 箭頭翻空 大戶有沒有做空 沒有 那對不對 這個地方的話 那把多單獲利了結一下 那後面的話 基本上那個盤大概就橫盤了 所以各位 期貨要賺錢 要瞭解盤式 我請問你 透過這樣子的方法有多麼的簡單 今天更是一樣喔 這樣各位 今天這盤尤其是啊 對不對 箭頭翻多以後 擊殺就沒有翻空囉 哪怕盤中再震盪又怎樣 大戶還在做多嗎 所以我盤給你吉拉去結算嗎 我請問你 你有比我更簡單的方法 更好的方法嗎 所以各位 一比就比出來了 你還在看一些 基本上對不對 連買賣訊號都沒有的 還是你看一些很複雜的 哇 好多線喔 對不對 一大堆線 然後到底哪裡該做多做空 各位喔 要啊 你自己去解讀的 哇 那糟糕了 不是啊 但是各位 但是重點來了 不管今天啊 近月份 雖然是拉高結算喔 可是各位 今天這盤啊 而且各位你自己看嘛 禮拜一的盤 各位這三天以來 禮拜一的盤 禮拜一沒有箭頭啊 各位 禮拜一沒有訊號 因為禮拜一盤的太窄了 沒有訊號 沒有訊號就沒有訊號嘛 對 那我當中我可以不要做 我幹嘛非去做不可咧 各位沒有訊號代表說那個盤相當的窄 對啊 禮拜一上下才幾點 不做也就算了 昨天開翻以後8859翻多 對不對 大戶做得多 趕快做 東英一波上去 88894 今天8896再翻多 大戶做得多 各位 急拉結算 那個對不對 從禮拜到今天 剛好這禮拜過三天了嘛 各位你看 不過才三個箭頭 各位 此處這樣子來回 已經將近80點了 已經將近80點 那問題是今天也好 昨天也好 甚至加上禮拜一也好 你這三天以來你賺多少 各位 唯物現場表說 三天以來我只不過出現三個箭頭 兩筆做多的做啊 因為箭頭翻多 大戶做多 各位我只做多兩筆 我當中可以做到這麼簡單 我問題是你咧 你咧 我說可以 對不對 我說可以啊 市面上太多的軟體 但是都給你搞得很複雜 甚至還要你自己去判讀 哎呦 這個怎樣 那個怎樣 對不對 可是各位 問題是我說過 各位 唯物現場 各位我又遠遠的領先全市場 因為我把對不對 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把它重新濃縮在精簡之後 各位 得出可以只用兩個指標 來互相有沒有 印證看方向對不對就好 兩個指標 然後印證方向對不對就好 箭頭多 大貨有沒有做多 箭頭多 大貨有沒有做多 就夠了 各位 三天 不過做多兩筆 這樣上去 到今天各位要來回 已經念80點了 這三天你賺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是我講的嘛 賺錢靠方法對不對 像我這樣講 你啊 這道理你懂 可是我說各位 問題是你真的 有沒有消費國際這樣對不對 每一天每一天 就利用這麼簡單的方法 這麼明確這麼好的方法 我就每天我這樣操作就好了 你呢 而且各位好 各位 除了今天近月份是拉高結算之外 可是各位今天的盤 如果你有在注意的話 你也知道今天這盤 有點不尋常的地方 不尋常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老頭筋不要動喔 各位 這個是5分鐘的近月份 跟遠月份的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 近月份雖然說尾盤 一直急拉 急拉 急拉 去拉高做結算 但是遠月份的呢 短線上跟著他往上面衝過一次 但是各位只衝到8900附近 只衝到8900附近 只衝到8900附近 不單倒殺 而且倒殺回 還跌破了這一小坡的起漲區 所以各位對於5月份來講的話 其實是個相當弱勢的一種走勢 那你說二位老師 哇 那走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明天開始這個盤到底該怎麼看 簡單 該怎麼看 各位從5分鐘的角度來看的話對不對 尾盤真的是插天插地 南緣北側 那如果我們回到日線上去看的話 那就有意思了 各位這也是對不對 這是近月份 一直延續近月份來看 那那到今天的話 他是拉高做結算 而且各位今天如果以金元來講的話 今天的高點對不對 是突破了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四的那個高點 有突破喔 但是我請問你 如果站在遠月份的角度來看的話 有沒有 差多了 甚至各位今天遠月份 他收的點數只有在8873對不對 各位這8873 甚至都沒有站上8890耶 遠月是滿弱勢的 甚至對不對 今天說沒有收在8890以上 對不對 那明天開始的話 關鍵就來了 如果說各位明天一開盤 如果是直接往下開的話 那我跟各位講 那這個盤 往回修正的力道 或是那個壓力 開始會變得比較大 你要注意這一點 尤其今天晚上美股的漲跌 會引起到明天台股的開盤 那就更重要 而且各位 不單 從期指的角度來看的話 對不對 遠月份其實是相對的弱勢 還是相當的弱勢 我說過嘛 今天收盤的位置 連8890都沒有站上 他今天只收在8873耶 離8890還很遠耶 所以這是多頭 未來台股在短線上 多頭的一個隱憂 除非除非明天開盤以後 5月7日對不對 能夠很快的站上8890以上去 這樣子代表說多頭 還要繼續玩喔 你懂我的意思嗎 各位 我說各位各位 今天多頭的結算 只是把7月份結算掉 就結束了 還是從明天開始的話 他們還要繼續往上做 那各位 那重點你懂我的意思嗎 明天開始的話 關鍵就出來了 OK 好的各位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再看 各位這是加權指數 意思也是這樣 大不了放到這塊來 各位今天 在12點半之前的時候 為了 我說各位這票人 為了要把期貨拉高做結算 所以現貨那個地方也是往上拉 但是在最後一盤在12點半的時候 砰 就給你打回來 所以各位今天其實 以加權指數 我再放大來看 來看到各位 今天加權指數 實在上只是收了一個 而且各位一個非常 一個標準的十字線 本來今天盤中的高點 就是在 就是到差不多12點25分的時候 各位 本來那時候的 那時候高點是來到8968 就在幾乎在這個地方 非常頂端的位置 但是等到先後一結算對不對 12點半大盤一結 一結束的時候 砰 各位 殺得非常的急 殺得非常的急 所以各位造成今天整個 加權指數 剛好有沒有 收一個標準的十字線 各位其實說真的 別問我講你也知道各位 一旦收十字線 代表說短線上 就有變盤的可能就存在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講說對 明天那個盤變得非常的關鍵 原因在這個地方 尤其各位有沒有 這一條短線 這一條多空線 明天如果再跌破下去的話 一樣了 那對於現後來講的話 你要特別小心喔 我跟各位講 我已經跟你講太多的東西了 各位 不然加權指數如此 另外又是我們看OTC的話 搞不好可以拉遠了 各位 那OTC其實說講對不對 非常的弱勢 本來以到今天來講的話 加權指數這一邊 幾幾乎有頂到前波的高點 但是各位問題是OTC的指數 離高點差得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各位 OTC是個相對弱勢的市場 也就是說代表說 很多的中小型的股票 就算到了今天 大盤已經反彈兩天了 那這個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還在下跌 還在跌 那各位問題就來囉 那如果是各位 除了期貨之外 如果你有做股票的話 那你的股票到現在 是在繼續闖新高呢 還是你已經被套住了 那各位這一兩天 你好好的把股票審視一下 那到底未來對不對 這段時間的話 好的股票會在什麼地方 哪些是好股票 下一集回來再說 懂得生活才是真富有 相連純青 純未落成 8521-8808 大貨指標 掌握期貨多工轉折 其中火力精選強股 買賣點加碼點 七股操作 電腦版 手機版 一手掌握 震撼推出體驗計畫 現來電前10名 一直播泳傳頭顧 入回天線 02-2561-3336 2561-3336 尾世先機操盤系統 2014雲端版 箭頭加大貨指標 掌握期貨多工轉折 其中火力精選強股 買賣點加碼點 七股操作 電腦版 手機版 一手掌握 震撼推出體驗計畫 現來電前10名 一直播泳傳頭顧 入回天線 02-2561-3336 2561-3336 頭痛 請用五分珠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倒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blends 那講準備說 底下 區内地均 今天不要才能關注 今天難免開始往回震盪一下 但是各位 問題對不對 這種震盪來講的話 基本上還算是一個 相當強勢的一種走勢了啦 反正對不對 我的股票就抱著嗎 抱抱抱 抱什麼地方一樣嘛 等將來什麼地方 有出現到波動的邁訊 把它獲利了結一趟 這樣就好了 各位 說真的 其實TPK說真的 本來當時在起帳的時候對不對 微波器第一個早早就告訴你說 我的承諾180塊錢 出現買訊就這樣上來了 之後來到上個禮拜 哇 對不對 從美林政經軍開始喊說 哇 目標價300 什麼巴克雷喊400 稀里花啦 我說各位 外資喊的目標價 我說各位 我沒有所謂的認同不認同的問題 他們喊是他們喊 但是各位 問題對不對 我是在操作 我們在進出股票 各位 實際上賺不賺錢是我們自己在做 那是真的我們面臨到是實際的問題 所以各位 我管他美林怎麼喊 巴克雷怎麼喊 甚至今天對不對 連什麼匯豐都給你參一卡 說哎呀 匯豐 尤其各位 也許有些外資 這一波沒趕上陳鴻對不對 就很酸 給你喊說哎呀 你看這個陳鴻 哎呀 這其實基本面沒有很好啦 哎呀 這個對不對 股價有點偏高 不值得這樣追 這種說法也有啊 那你說怎麼辦 有這種股票的 哎呀 希望他趕快漲 趕快漲 沒有的話哎呀 這股票不怎樣不怎樣 這不就是股票市場嗎 所以各位每天對不對 你面對的這麼多 多啊 空啊 這種分雜的這些訊息 到底哪個是對的 到底哪個是真的 你到底該聽哪一邊 我跟各位講 沒有哪一邊對不對 各位 只有一個真理 就是波段有沒有買進訊號 之後對不對 有沒有繼續漲 這樣就好了 尤其各位 當陳鴻目前在短線上 來回震盪的時候 給我給你看另外一個東西 你看這東西有沒有 各位 有一個222跟242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各位 就是我在 各位 在我唯過線電腦裡面 又是一個全市場上 獨一無二的一個功能 就是幫我計算在短線上 對不對 任何一檔股票 大概目前在短線量的話 它的股票箱的那個區間 大概在什麼地方啦 你懂我意思吧 各位 有這種東西 都好說真的啦 任何一檔股票波段也好 短線的震盪也好 我請問你 你掌握起來 不是這樣輕輕鬆鬆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嗎 你管他外資給你怎麼喊 你管他別人怎麼喊 各位 心中自有定見 好 更是第一個 除了TPK之外 那各位 像維護線的郁金光 郁金光這一波 說真的 其實是滿強的 嗯 這是郁金光 這是郁金光 各位 這一波打成90塊錢 各位 到現在 到前天盤中有到過118塊 也是相當強勢一波 那目前也是因為短線長得多 所以目前有沒有 短線上來會這樣做震盪 但是做震盪 因為大幅畢竟都是強勢整理嘛 就是一滴比一滴還高嘛 那這樣包著就對了 一樣嘛 等他什麼時候 有出現波段賣訊 賣掉就好啦 而且各位看到沒有 大戶買得相當的積極喔 你看懂了嗎 大戶在買 散戶反而在賣喔 哇 那各位 對 這種股票 凡是出現到 大戶買進散戶再賣出的話 不用我講你都知道 那籌碼對不對 都進到大戶手裡面 那就好 這是股票 各位對不對 你要判斷一檔股票 可不可以爆 可不可以買哪裡是波段 我把東西做得清楚 做得 你看 而且各位你不要說 郁金光 這波為什麼長這麼兇 箭頭翻多 一樣嘛 大戶積極買 對不對 所以他一直跑嘛 那TPK也是一樣啊 各位TPK為什麼這一波 長得這麼厲害 一樣嘛 各位你看這個地方 還不是 對不對 大戶強烈的在買進 散戶在賣出 籌碼進到大戶的手裡面 所以股價對不對 就狂飆給你看 所以各位 我一直講各位 我一直講各位 要去找一支標股 其實真的是很簡單 透過維國慶的方法 哪裡是波段買訊 知道對不對 更關鍵性的 就像期貨一樣啊 各位 期貨我也是 對 發展出所謂的大戶指標 來測哪邊的利道牆 那股票 1,500隻股票也是一樣啊 到底是大戶在買 散戶在賣 還是大戶在賣 散戶在買 那各位 一目了人 我是各位 說真的 各位 各位過去我把股票 跟期貨市場裡面對不對 很多很多你不知道的變數 你不知道的情況 你不知道的很多你不知道的東西 各位 我把它重新歸納成 兩個到三個這樣子的指標裡面 整個的東西讓你一清二楚 各位 讓你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 導致我們先看右邊這塊就好 對不對 各位 波段 哪裡是波段的買賣的位置 哪裡是波段的買賣的位置 之後對不對 短線的區間會在哪裡 會在哪裡進行震盪 然後對不對 籌碼 籌碼目前在誰的手上 是在大戶的手上 還是在散戶的手上 各位 我請問你 透過對不對 這樣子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麼簡單的方式 我請問你各位 你所需要知道的東西 每一樣都清清楚楚 各位 等於說對不對 所有股票的波動 籌碼在什麼地方 成交量怎麼樣 你自己做得到這一點嗎 1500支股票 你怎麼去分析每一檔股票 到底籌碼在誰的手上 到底是波段是買還是賣 所以各位 從期貨到股票 我相信對不對 你看魏惑星的節目 我一直跟你講各位 魏惑星我用什麼樣的方法 在做東西 問題是各位 今天是你呢 你自己去做得到這一點 怎麼去掌握1500檔股票的 標股在什麼地方 你自己沒有辦法掌握 你跟著那些人能掌握嗎 我看八成也不行 就算你有在用什麼 其他軟體 各位 你的軟體有效微過性 這樣子的功能 對不對 長線也好 短線也好 所有東西對不對 算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各位 你的軟體做得到嗎 請你好好的比較比較看 OK 那謝謝各位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是李家頭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 非常幸福的國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數的國家 有這種樣子的全民保險 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 像是有乾淨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 這些都是遙不可及的 更也說醫療照顧 請珍惜台灣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偉事先機操盤系統 2014雲端版 劍頭加大貨指標 掌握期貨多功轉折 集中活力精選強股 買賣點加碼點 旗鼓操作電腦版 手機版一手掌握 震撼推出體驗計畫 現來電前10名 一直播永傳頭顧 入匯前線 02-2561-3336 2561-3336 2561-3336 偉事先機操盤系統 2014雲端版 劍頭加大貨指標 掌握期貨多功轉折 集中活力精選強股 買賣點加碼點 旗鼓操作電腦版 手機版一手掌握 震撼推出體驗計畫 現來電前10名 直播永傳頭顧 入匯前線 02-2561-3336 2561-3336 我回來了 今天又傳出一起 你洗過手了嗎 洗過了 換衣服沒 穿過了 有行期間 家有五歲以下 嬰幼兒家長 應提高警覺 觀察幼兒是否發燒 手腳有無紅疹 或是口腔出現水泡 如果家中幼兒感染腸病毒 而且出現試睡